你想做一辈子懦夫 还是想做英雄 哪怕只有几分钟 男主选择了后者 在空姐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时 他挺身而出 在众人崇拜的目光下开始了救治 来来来 放松深呼吸 下飞机后及时送医院就没事了 他神情淡定 内心却慌得一皮 因为他并不是医生 作为一名复习三年 才考上电底医学院的学渣医学生 医学知识不能说没有 只能说是不多 就连刚才那波操作 也是跟着电视剧学的 但这有什么关系 你知道他有多努力吗 白天他要打工还学费 晚上还要挑灯复习 终于在猛学了三年后 成功取得了 医师资格证考试不合格的成绩 从此心灰意冷的他 就有了一个新的目标 坐飞机来到某个地方 然后发生一场意外 最好是要命的那种 这样就可以为家人 骗取一笔保险赔偿金了 也算是不枉此生 可空姐却告诉他 刚才犯病的乘客又犯病了 家属还拿出了诊断证明书 凭借着不多的医学知识 男主判断患者必须迅速做排液手术 大姐 光靠我一个人是办不到的啊 如果非要做的话 需要麻醉师和护士 我是麻醉师 各位乘客有护士吗 我是护士 操 还真有啊 其实他并不是护士 只是在晚上经常扮演护士而已 听到有人叫护士 就条件反射的举手了 其实我也不是麻醉师 只是名字正好和麻醉师很像 现在已经没法退出了 不过好在有医生和护士在场 应该可以糊弄过去 可他并不知道 其余两个人也是这么想的 抛开事实不谈 一支专业团队就这么成立了 不行不行 这是非常难的手术 没有专业工具是做不来的 请马上返航 等等不许返航 我敲了二十年代码 好不容易申请了四天假期 怎么能就此化为乌有呢 其实我也不是乘务员 我和我的伙伴才是真正想要劫机的人 接到劫机任务时 我们是很不情愿的 好在被人抢先了 虽然此刻我的脖子被刀架着 但心里总算松了一口气 其实我并不是机长 我只是一名乘务员 本想送些自制的香草茶讨好机长 可两位机长喝过后 食物中毒双双倒地 机舱内 患者妻子要求医生再想想办法 没有手术器材 我也束手无策 等一下 有器材的 飞机的厨房里肯定被有医疗器械的 其实我才是真正的医生 胸腔排野手术正是我的强项 可上次因为失误导致病人丧命 我就成为了众人眼中最差劲的医生 从那之后我就再也不握手术刀了 其实我不是他太太 我只是个孤独的旅行者 被人叫做太太 是我三十年来最大的梦想 说实话 感觉真不错 本来我是想摊牌的 但是他们都叫我医生 其实我不是时钟 只是个温度湿度计 现在的温度是24度 湿度是40% 等等 为什么你会知道医疗用具的是 难道你是 还没来得及狡辩 旁边的小孩却说 他是世界上弹空气吉他最厉害的人 好小子 只因自己和那个空气吉他明星长得很像 被小孩问到就随口装了一下 没想到还真就解了围 可小孩却不依不饶 他明明是世界上弹空气吉他最厉害的人 却不肯弹给我们看 当然不会影响了 没有比减少对我的关注更好的事了 他就是世界上弹空气吉他最厉害的人 我是你不做找 是我 restored 要真的不到 przy degree 他既然是世界吧 最高的 好良かったよ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实我也不知道手术成功没 但我已经尽力了 其实我的诊断书是错的 只是这个医生把排液手术做成了肺部排气手术 手术恰好成功了 航班顺利轿路 ホノルル空港に到着いたしました 素敵なハワイを え?いいんですか? やったー! おじさん最高だったよ そうか 最高か? うん じゃあね 分かってるだろ これからは人の命を救う仕事しよう はい ここは え? ナイスフライトでした 来ちゃう? え? 先生 命の恩人です あなたは命の恩人です 所有人都完成了救赎 男主终于可以安心的离开这个世界了 可真正的狠人总会接受命运赋予的使命 Hey Who are you? Are you cock?